大家好,我是葉盈飛 TVB劇集《婚後事》今晚大結局 我覺得這套劇就拍得多有意思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這套劇參與了佛學的《貪真痴》和《因果論》 你們不相信?我拿一場戲和你們說吧 有一場戲羅重謙吐血,然後躲在地上 在半昏迷狀態,她看到她死去的媽媽 她的心很內疚,為什麼她會內疚呢? 原因就是她小時候,親眼看到媽媽自殺 自己也阻止不了,內心覺得十分愧疚 導致她長大之後,雖然讀了一個博士學位 還在大學做講師,但因為大學的考官覺得她性格孤僻 不喜歡和人交往,所以這麼多間大學都沒有請她做全職 做兼職就無所謂 其實羅重謙媽媽自殺這些是命運 和羅重謙是無關的 但是她因為執念,將這件事放大了 所以就成為她童年陰影 到長大之後都扭曲了性格,變成沉默寡言 不想和人交往 這裏她就是犯了佛學的痴 痴?是不是痴善的痴? 真是用痴善過痴的字 但是在這裏就不是解痴善 佛學裏面的痴就是解 執念,沉迷,甚至去到愚昧 羅重謙犯了痴戒,我就明白了 那你還說有貪和真 那她有沒有犯到貪戒? 那這個不用說,當然有了 她遇到黃敏逆 明知自己有老婆有女 她都還跟她出軌 她不是貪戀她的色相 貪戀她的形態 怎會做出這些出軌行為呢? 好了,最後就說佛學的真 這個真是不是真假的真? 這個真不是那個真 這個真是一個口字邊的 它是一種負面情緒的反射 就好像你怨天由人 你報復,或者你發脾氣 這些情緒都歸類於這個真 大家還記不記得有一場戲 陳志堯,Yoyo 發覺了羅仲謙和黃敏逆出軌 羅仲謙就跟Yoyo說 我出軌是有原因的 就是因為你這樣這樣 所以我才這樣這樣 Yoyo聽到眼都大了 你都瘋了 你出軌還賴我 好了,不用說 離婚 在這裏 因為羅仲謙 他承受不了這個出軌的眼力 於是就發難窄 分一半責任給Yoyo 羅仲謙犯齊了佛學的貪真痴 那他又得到什麼因果循環呢? 大家不妨把整件事想想 羅仲謙在學生時代認識到Yoyo 拍拖結婚 生了女兒 本來就有個幸福美滿的家庭 就因為自己貪戀黃敏逆 搞到出軌 離婚收場 本來善恩 就變成了惡果 這個就是佛學的因果論 那這套劇是否有齊佛學的貪真痴和因果論呢? 那在這裏我就順便和大家分享我一首創作古詩文 因果 天道無親所禍福在因果 禍是福所依 福是禍所福 明白其中理 閒時中因果 一生無憂慮 開花至結果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訂閱 另外訂閱旁邊有個鈴鐺 大家可以按鈴鐺 因為如果大家按鈴鐺 我有新影片 你第一時間就會收到